第20课 DOLOOP条件循环语句 既然称之为这种循环语句为条件循环语句 那么也许我会联想到 这种语句是根据条件表达式返回的结果 是否为处或者是否为false 也就是说这个条件是否成立或者是是否不成立 来抉择是否循环执行一些语句 下边咱们看它的定义 根据测试的条件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则返回TRUE 如果不成立则返回的应该是false 来决定是否循环执行某些循环体内的编程语句 在讲这个语句的使用方法前 咱们需要先说明 这种语句有两种形式的使用 第一种称之为先侧型 第二种称之为后侧型 什么是先侧型 什么是后侧型呢 因为对于一个循环语句来讲 会有一个条件来进行是否持续循环的抉择 那么是先判断这个条件 再执行循环语句 还是先执行循环语句 后判断这个条件 由此而引发了两种类型 第一种称之为先侧型 也就是先对条件成立与否 做出判断 然后再抉择执行循环语句 比如咱们看这两个句型 首先看第一个 DO空格 WHLE空格 你要测试的条件 其后呢 就是要循环执行的语句 当然这些语句同样可以有很多个 在最后呢 用LOOP来结束这个循环语句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是先对这个条件是否成立 做出判断 当条件成立的时候 也就是返回TRUE的时候 则才会持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如果条件不成立 也就是返回的为FALSE 则终止这个循环 需要注明的是这些条件 同样遵循最下边的原则 条件可以为算术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 或者逻辑表达式 当条件为算术表达式的时候 非0则表示TRUE这个逻辑值 而0表示FALSE这个逻辑值 咱们先看这一个 对这个条件进行判断 如果条件成立 持续执行里面 循环体内的语句 否则终止 循环的执行 下边呢 我用这种句型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比如 我先前 声明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称 依然为A 为A赋予一个值 比如为10 然后下边呢 我希望写一个循环语句 DOWWHLE 当A的值 小于15的时候 持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那么循环体内有哪些语句呢 第一个MSGBOX 打印出变量A的值 然后变量A的值 在原有基础上加1 下面咱们可以执行一下 看一下 首先 点击按钮后 声明一个变量A A赋予初始值10 然后对这个条件做出判断 如果条件返回的值为处 则弹出一个消息框 消息框的内容 为变量A中的值 然后A的变量中的值呢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1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咱们会发现 变量A的值 由10变成了11 然后进行第二次对条件的判断 如果这个条件继续成立的话 则继续执行 循环体内的语句 执行完后 再次对这个条件做出判断 如果依然成立 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直到这个条件不成立 也就是返回的值为 逻辑值FALSE为止 结束这个循环 下面咱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次的时候 变量A的值 弹出变量A的值为10 然后变量A的值 加1变成11 在下一次循环呢 咱们会发现 弹出变量A的值 变量A的值在当前变成了11 同时 变量A的值在原来基础上 再加1 变成12 13 14 当为15的时候 由于这个条件不成立 也就是返回的逻辑值为FALSE 所以循环体内的语句 将不再执行 跳到这个循环语句的后边 继续去执行其他的语句 咱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这个过程 首先声明一个变量A 变量A中放入一个初始值10 然后对这个条件做出判断 如果条件成立 执行里边的语句 执行完后 再回到DOWHLE后边 这个条件这个位置 对这个条件表达式返回的值 做出判断 如果依然成立 则依然执行里面的语句 里边的语句 直到这个条件不成立为止 从而结束这个循环 下边呢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然后咱们看第二个 除了这种形式外 还有第二种形式 DOW 控格 UN TIL 后边依然是条件 期间呢 是要循环执行的语句 最后是LOOP 这样些是怎样一个含义呢 同样是先对这个 条件做出判断 当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也就是返回FALSE的时候 则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直到当条件成立的时候 它才会终止这个循环 下边呢 咱们同样举一个例子 变量A中的值 负于初始至10 然后呢 写这个循环语句 DOW 控格 UN TL 变量A的值 大于15 这样写 这样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声明一个变量A 变量A里面负于初始至10 然后对这个条件做出判断 如果条件不成立 则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执行完后继续对这个条件做出判断 如果条件不成立 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直到这个条件成立 也就是返回的值 也就是返回的值为TRUE的时候 它才会结束这个循环 从而执行后边的其他语句 下边咱们可以运行一下 第一次 变量A的值等于10 10呢 与15进行大于关系运算 返回的值为FALSE 也就是不成立 则执行里面的语句 第二次 A中的值变成了11 11与15进行大于关系运算 由于返回的逻辑值 依然为FALSE 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然后再判断 直到这个条件返回的值为TRUE 也就是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才结束这个循环 执行后边的其他语句 这是咱们说的先侧型的两个句型 咱们会发现 这两种句型呢 都是先对条件返回的值 做出判断 然后才抉择 是否执行 循环体内的语句 然后咱们看 下边的后侧型 如果你对前两种 先侧型语句 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话 那么后两种语句 也会理解起来比较自然 首先咱们看第一个 DEO 期间是要循环执行的语句 最后是LOP 空格 WHILE 空格条件 那么这样写 和前面这样写 咱们会发现有一个稍微的区别 就是把这一部分 由前面挪动到了LOP的后边 那么这样写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首先 计算机遇到这种结构的语句的时候 会先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然后再对这个条件进行判断 也就是测试 当条件为TRUE的时候 则继续返回DEO后边 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直到这个条件不成立 也就是返回FA LSE的时候 才终止这个循环 下边咱们同样举一个例子 这一次呢 咱们声明一个变量B 变量B里面赋予初始值10 然后呢 把这一部分删除掉 DEO后边是循环体内的语句 打印出变量B中的值 变量B中的值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1 然后最后对条件做出判断 当变量B中的值 小于15的时候 持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直到这个条件不成立为止 结束这个循环 下边咱们可以运行下 第一次运行 变量B中的值为10 然后呢 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弹出变量B中的值10 然后变量B中的值在原有基础上加1 变成11 11与15进行小于关系B9 这个条件成立 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直到这个条件判断 返回的为FALSE 也就是不成立为止 结束这个循环 这是第一种格局 除了这种格局外 后侧形中还有第二种格局 DO LOP UN TIL 后边是条件 期间是夹杂的 要循环执行的语句 这样写的目的是 先执行一下循环体内的语句 然后对这个条件做出判断 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立 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只有当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才结束这个循环的执行 下边我同样把它稍微变动一下 游文TIL 这样写 声明一个变量B 变量B中赋予初始之时 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弹出变量B中的值 B中的值等于它自己加1 也就是由10变成11 在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然后对这个条件做出判断 如果条件不成立 则返回DO后边 继续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立 则再一次的返回DO后边 循环体内的语句进行执行 直到这个条件成立 也就是返回的值为TRU1为止 咱们看 第一次 10 11 12 13 14 15 15呢 大于15 然后呢 不成立 然后进行下一次的时候呢 则成立 弹出15的时候呢 执行这一句 变量B中的值将变成16 16大于15 这个条件成立 则结束了循环的执行 这几个东西呢 加在一起讲 可能有些凌乱 不过呢 大家如果细心一点会发现 这四种巨型 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比如咱们可以把这四种巨型 通过它的先条件判断 还是后条件判断 分成先侧型和后侧型 同样 咱们可以通过它们期间的关键字 分为 WHLE条件 循环语句类型 UNTLE条件 循环语句类型 期间呢 WHLE条件 循环语句里面呢 分两种形式 这是第一种形式 这是第二种形式 它们的区别在于在什么时候对条件做出判断 而UNTIL条件 循环语句也分为两种形式 这是第一种形式 这是第二种形式 它们的区别也是在什么时间对条件做出判断 是先对条件做出判断 在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还是先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 后对条件做出判断 大家呢 把这四种句型 放在同一节课 掌握 如果细心的话呢 不难理解 大家呢 可以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反复的实验一下 需要大家注意 这四种格局 虽然它们最终实现的功能是循环语句 但是它们期间 如果你能熟练运用的话 它们各有各的优势 在有的时候呢 它们其中某一种句型 能让你的程序变得更加的简洁直白 第二十课完毕 Over